这个男人被吊在树上 一旁的光头墙狠狠踹倒了凳子 随即自顾自地开始向老板请弓 男子在剧烈挣扎中掉下一块手表 光头墙捡起来一瞧 劳力士 还没等他孝敬些 就被一刀割喉咙 男子揭开头套杀人诛心地怒吼道 那他妈是个假货 光头墙在无尽不甘之中死去 车上的辫子哥不断央求男子解开他的绳子 小帅想远离这一切的腥风血雨 索性干脆就带着他一起离开荒漠 转眼间两年过去 男主小帅找了一份正经的工作 过上了平凡的生活 还交上了一位漂亮性感的单亲妈妈小美 因为从前的经历 小帅的心一直没有安定下来 现在还一直住在自己的房车内 小美一直希望小帅能搬进去 那样他们就能成为真正的家人 第二天小帅接到正在坐牢的辫子哥的电话 他告诉小帅一个不好的消息 辫子哥发现几个月前他被人盯上了 对方一直保持暗兵不动 最终在小帅来访时候看见了他 这意味着小帅的身份已经暴露 他之前的得罪的黑帮头目邪将 有可能已经知道他的现在的住址 原来邪将在黑市出了大价钱 买小帅和辫子哥的命 之前的光头墙就是他请的杀手 邪将心狠手辣 如果现在他已经发现他俩的位置 他们身边所有人都会被杀死 索性辫子哥知道探子的老板是本地人 现在有可能还没将他俩的消息卖出去 宁静的生活即将被打破 小帅异常愤怒 他现在最好的做法就是打包好自己行李 抓紧时间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望着照片上的女人 爱情终于成了绊脚石 他犹豫了 刚出房车 迎面驶来一辆摩托车 对方给他一条纸条 让小帅立刻赶到上面的地址 自知躲是躲不过去了 小帅单枪匹马前去赴约 对方早已经知道小帅身份 也知晓他以前的名气 胡子哥所做的一切都是想要小帅为他工作 否则他就会将小帅的情报卖给邪将 小帅表示自己已经金盆洗手 不愿意再沾染血腥 胡子哥知道对方也不是这么好劝说的 直接寄出杀手锏 视频里面他的手下正在围殴变子哥 威胁之意已经不用再说了 甚至还拿小美以及他的孩子用来加大筹码 被逼无奈之下 小帅只能答应胡子哥的奇怪要求 将胡子哥邻居的树给堵死 小帅一脸猛逼地带着这个任务出发了 可是还没等小帅行动 对方就变卦了 胡子哥头号马仔光头老交给了小帅44万美金 去到东耶稣艺术馆找一个叫泥泥的人交易 小帅也不是墨迹的人 拿着钱开上房车就出发了 对方是一个废话非常多的画劳男 画劳男还建议他俩合作一把黑了胡子哥的活 但小帅可没兴趣拎上黑袋子就走了 也许许久没干过这样的勾当 小帅回去的路上显得有些紧张 房车没走多久爆胎了 就在他换胎时候 不远处驶来一辆越野车 对方还将车停在小帅附近 小帅还疑惑对方是谁时候 就被对方开了一枪 原来是画劳男 他想要黑吃黑 小帅顾不得祸 只能抓紧时间逃命要紧 画劳男抢走祸还不满足 他还想要杀死小帅灭口 所谓贪心不足蛇吞向 画劳男让手下分头包抄 手下反而被小帅反杀了 小帅虽然中了枪伤 但是钱和货都落在他手里 画劳男连开竖枪后击中了汽车邮箱 没走多远 小帅就只能徒步行走 他将钱和货都藏在一个废弃的汽车内 小帅拿走二捆现金用来应急 另一边 光头老接到画劳男的电话 在得知对方将钱和货都带走后 险些没在胡子哥面前破防 原来是光头老在背着胡子哥搞事情 不仅想吞了老大的钱还想拿他的货 现在光头老也非常害怕 只要事情败露 他的小命就保不住了 他下令画劳男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干掉小帅 胡子哥还毫不知情准备率领手下去小帅家拿货 另一边 小帅走进一家工厂 发现一辆绿色的跑车 小帅也奋管什么颜色 他只想破窗开上他离开这里 就在他准备砸窗户的时候被人叫停 这一幕尤为尴尬 但对方非常友善 主动邀请小帅进去做作 他主动介绍了自己的名字 他说朋友们都称呼他为比里斯 可是他没有电话也没有汽车 只有一屋子的手办 闲聊中 小帅伤势复发 他有点扛不住了 小帅只能让热心的比里斯帮他取出子弹 胡子哥几人在小美家前扑了个空 等不及的胡子哥决定前往索尔顿湖 光头老见大哥这么急切 更加觉得那件户物非同小可 但是他迫切的神态让老大稍微有些注意到 比里斯帮小帅的伤口处理得很彻底 小帅拿出一捆现金作为感谢 但是比里斯之恩不图报 谢绝了小帅的好意 可是当小帅穿好衣服开门时候 才发现比里斯竟然将房门反锁了 见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比里斯露出了他的真面目 原来当他看到小帅带着枪伤 而且身上有两万美元后 他觉得对方一定还有更多 他所做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让小帅放下戒备 兵不屑任地拿下他 两人谈判不成不欢而散 比里斯回去拿枪准备灭口夺彩 而小帅积极自救 他将之前用来毒树的毒液 注射到了比里斯的水杯中 然后纸箱挡住了门 趁着这个空隙 小帅用铁棍敲开了后门 谁知道刚走出去一步 就踩中了捕猎陷阱 尤其可见 比里斯这人实在阴险狡诈 但小帅仍旧没放弃 他利用对方分心事后一脚将气踹翻 忍着剧痛将陷阱掰开 一瘸一拐地开始逃跑 却被华劳南逮个阵阵 对方用枪逼破小帅 让他将钱和货交出来 就在这时 比里斯已经悄悄默默地摸在他身后 华劳南被比里斯这个老六一斧头给解决了 小帅趁着这个空隙继续逃跑 但比里斯很快就追了过来 甚至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 因为这个厂房只有一条路能进出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了 打电话的人正是小帅的女友小美 比里斯又开始演戏 他假装自己是一名医生 他谎称小帅出车祸了 让小美尽快来这里处理一下 小帅也听到后 他答应将剩下的42万美元交给比里斯 请求他放过小美 但是比里斯非常贪婪既要钱还有货 两人再次谈崩 小帅只能尽力躲藏 谁知对方竟然喝下小帅下过毒药的水 趁着对方漱口的间隙 小帅再次逃走 真别说 小帅的一拳一拐的逃跑能力真不弱 比里斯现在也少了逼问的想法 只是想要尽快解决掉小帅 在逃跑过程中 小帅意外撞见一个被绑起来的女孩 对方见面就给他一脚 小帅主动解开他嘴巴上的绳子是好 海许诺一定会带他一起逃出去 因为有共同的敌人 两人很快就达成一致意愿 女孩叫塔拉 被关押在这里有五天了 在两人闲谈中 外面传来汽车喇叭声 塔拉说那是过来接他的 所以说比里斯还干着人口贩子的买卖 小帅只能尽快用铁棍撬开他的脚链 来人是一个女人 听到对方的谈话声 小帅只能再次给女孩伪造起来 他则躲在一旁找机会 看着他们走远后 小帅用不裹住自己的拳头 然后打碎玻璃先一步来到外面 并布置了一个蜂窝陷阱 塔拉趁着二人被蜜蜂纠缠 抓紧时间逃离这里 小帅和塔拉在地下仓库顺利接头 两人准备合伙逃离这里 比里斯也意识到刚才是小帅搞的鬼 他将小帅的存在也一并告知了女贩子 小帅还来了一招一笔之身一笔之身还笔之道 女贩子再次中招 剧烈的疼痛让他不断嚎叫 刚好小美打来了电话 为了避免女贩子的惨叫声 让小美意识到不对劲 狠心的比里斯一枪就结果了女贩子 蒙在故里的小美并没有发现问题 她和儿子将在三十分钟后到达 另一边 小帅和塔拉一起开上绿跑车 准备驶离这里 姗姗来迟的比里斯吃了一嘴尾气 谁知这辆跑车竟然还能遥控熄火 他们的逃跑计划只能再次泡汤 面对有着猎枪的比里斯 他俩只能大难前头各自飞 塔拉不幸被对方击中倒地不行 而小帅则被堵在一个铁皮房里 比里斯开口威胁道 你的女人和孩子即将到达 我现在就会去路口接他们 小帅没办法 只能将藏钱的地方告诉了比里斯 在得知自己即将拥有一大笔钱后 比里斯非常兴奋扭着屁股开心地准备收拾东西去了 小帅也没闲着 他拿起铲子准备挖洞自救 可是等比里斯回到自己住所后 发现自己心爱的手伴被小帅损坏后 他杀心在起 比里斯准备活活折磨死小帅 他用货车拽开了铁皮屋 正当比里斯准备活活砸死小帅的时候 胡子哥带着手下赶到 比里斯瞬间认怂丢掉石头立马举手投降 而且他开始狡辩 他说自己和小帅很久前就认识 小帅为了那44万美元之前一直在追杀自己 自己只是无辜的局外人 小帅也懒得辩解毕竟胡子哥也不是善良之辈 直接将藏匿的地方说了出来 可是里面只有货没有钱 但是胡子哥并不缺钱 他只是一心关心货 货物只是四本看似普通的录像带 但是胡子哥依然高兴 可是播放之后他就迷糊 录像带就是普通的影碟并没有什么惊天秘密 他搞不明白为什么鞋匠会用44万美元购买它 现在知道录像带一文不值 胡子哥就想知道自己的钱哪里去了 小帅表示是光头老背叛了你 他和那对双胞胎本来计划抢走钱合伙 然后杀了我 但是最终被我跑了 胡子哥也懒得计较这些 现在他只关心他的钱 小帅哪里知道那笔钱去了哪里 他刚才只顾得逃跑 撬不开小帅的嘴 他便将小帅绑在车子后面画圈圈 小帅这里也想通了 坦言自己藏匿的地方只告诉过比里斯 但胡子哥也不是吃素的 他根本不信小帅所言 就在这时 一辆绿色跑车再次出现 是塔拉开的 44万美元正在他的副驾驶放着 瞬间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走了 小帅趁着胡子哥不注意将手铐绑在他的身上 一声口哨 司机就开始将车子开动 光头老想要阻止却来不及了 想要一枪 结果小帅的时候被比里斯偷袭 比里斯并不是想要帮助小帅 只不过是想杀死光头老抢走手枪罢了 小帅只能被比里斯打得到处逃窜 所幸小帅也找到一把猎枪 但是他只有一颗子弹 可惜只是打中比里斯的耳朵 趁着对方痛苦之际 小帅从车里又拿出炸药点燃丢了过去 谁知比里斯还能动弹 但小帅并不在意 开上货车撵了过去 顺便还拨通了小美的电话 让他掉头回去 几小时后 他会向小美解释这一切 影片的最后塔拉拎着两个黑色手提袋 在路边等小帅 很显然之前小帅已经将藏匿地点提前告诉塔拉 以报之报是2022年的美国动作电影 噱头很大 却有点虎头蛇尾的样子 尤其漏洞有不少不能深究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